青海简称青,人口603万,省会西宁 它不只是只有青海湖查卡沿湖,这只是它的冰山一角 它与平屋前半数以上的人都有关系 为什么呢?今天我们来一探究竟 青海省90%都属于青藏高原,面积全国第四 毗临西藏,四川,甘肃,新疆 境内山脉纵横,北有麒莲山,阿尔金山 中有昆仑山,巴延喀拉山,阿尼玛金山 南有唐古拉山,整体按海拔大概分为三个阶梯 第一阶梯为季峰区,平均海拔2200米左右 第二阶梯,平均海拔3000米左右,是甘汉区 第三阶梯为高寒区,平均海拔4000米左右 通常书籍将青海的地形分为三大部分 这样的分类比较粗糙,青海的地形地貌其实异常丰富 首先我们来看,地势最低的黄水湖地 这里是青海省最适宜耕种和居住的地方 北齐连山三条枝脉环绕,是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 海拔较低省惠西宁便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西宁是一个典型的河谷城市 分布在狭长的河谷地带 紧接着是第二个地理单元 翻过了瑞山便来到了青海湖 它是一个山间陷落本地 可以清晰地看到四周山脉环绕 山市向中心收落,河流均汇入青海湖 也正是相对封闭的地理条件 形成了规模如此之大的内陆湖泊 在青海湖以北,黄水谷地以西 是麒连山脉南坡的山地 就如视频中所示 每当夏秋季节草原叠脆 再往西便是柴达木盆地 茫茫戈壁滩一望无际 天地辽阔苍凉 紧接着是青海南部高原 由柯克西里和三江原部分组成 设下的这片区域 处于甘肃四川柴达木盆地青南高原交汇过渡地带 兼备多种地貓 牛肉拉面便从此地发源 境内还有龙阳峡水库黄河九曲第一弯 从外形上来看 青海省的轮廓 库似一只熊猫 那么黄水谷地便是它的头部 日月山垃圾山便是它的脖子 黄水谷地占据全省不到5%的面积 却占据全省60%的人口和56%的耕地 我们再来到尾部 也是青海省的最西端 这里是柯克西里 强唐阿尔金三大无人区交汇处 可以说是我国最荒凉的地方 两端差异极其显著 现在所看到的是第二阶梯的柴达木盆地 蒙语为炎泽之意 盆地四周雪山层层包裹 降水少蒸发量大 形成了密集的盐湖区 我们暂且不讨论它们的观赏价值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查尔汉盐湖 价值12万亿 可供全世界人类食用1000年 我们平时所刷到的大柴蛋翡翠湖 这是一座富含棚元素的盐湖 是重要的作物补充肥料 这些几乎寸草不生的盐湖区 间接地填爆了全国人民的肚子 横根在柴达木南部边缘的便是昆仑山 这是一座承载了中国半部神话体系的山 与其支曼阿尼玛青山 江青海省一分为二 翻越它采算真正地来到了青藏高原腹地 这里是中华水塔大江之源 3518条河流的发源地 是中华文明的营养之源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长江发源地 格拉丹东风的江根笛如冰川 紧接着看到的是黄河的发源地 在其源头仅仅是两个泉叶 有半数的游客来青海游玩 只是到了如图所示的范围 这仅仅是青海的一小部分美景 在这一片土地自然与生命的交响 我名誉荒野的冲撞从未停止 画里江山大美青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